嗯 哈喽晚上好 我刚才去快快吃了个饭 谢谢哈迪斯 谢谢小哈的高级马卡龙 这是什么新礼物啊 又出新礼物了 说实话家人们我觉得呢 我觉得 我的头发比我想象中的 长 我觉得我的头发比我想象中的稍微长 那么一点点 我以为我所有的头发都是那种 就是这种 很短的这种 结果我发现我后面的头发还是挺长的 谢谢好建国的玫瑰花 看看 看我后面的头发 还是挺长的吧 我让他稍微给我修了一下 就是 因为我这头发 谢谢爱你的玫瑰花 谢谢鳄鱼七七的玫瑰花 谢谢 河底的狗渣的玫瑰花 呃 这不是我剪的 就是我 就这样 我自己头发就这个长度 谢谢 秋鱼为酸奶为爱张智杰版的权杖 谢谢秋鱼为酸奶 天天一天为爱一个呢 能不能下次就是说 把ID改了再过来给我送礼物啊 行不行 能不能行啊 这个车什么时候能不发 谢谢小白的奶茶 所以今天这个直播就是我的短发手秀 谢谢乌农的奶茶 谢谢爱你的玫瑰花 谢谢沙雕的奶茶 谢谢EMM的奶茶 哇 谢谢洋乐多奶绿的夜碟 谢谢 谢谢狗渣的奶茶 谢谢宝主的奶茶 谢谢 What's7的奶茶 说实话 谢谢阿伟的奶茶 就是咱现在就是一整个感觉一头一头轻松啊 就是那个头发一下非常 而且您知道我自己的头发其实超级少 你看就 就一点点 所以我现在头发真的 我现在头我感觉我把我把头发拆了之后 我体重都能清一斤 谢谢试玉子的巧克力 马尾还是扎得起来的 但是只能扎掉这些 你看 就 这么长吧 差不多能扎得这么长 谢谢白胡子老爹的奶茶巧克力和玫瑰花 谢谢阿兴的奶茶 然后我刚才拆完头回来之后 我拆完头回来之后 我不是刚好去见了一下 去337转了一下吗 然后我找了一下染味 然后水水也在 我就跟他们说 谢谢阿姨的奶茶玫瑰花巧克力 我就跟他们说 你快看我的头发 然后水水就说 你这头发 挺好的呀 我说 你认真的吗 他说 你 我觉得你别接了 我觉得你这样挺清爽的 我说 但是我长发的话 会显得我头比较小 因为我那个 我脸比较肉嘛 我脸比较肉 然后呢 上镜就有点吃亏 留个长发的话 可以拉高一下我那个脸短的比例 就是会比较显脸小 他说 但是你这样很清爽 你可以到时候年后 先上两场公影看看 我说 那再说吧 但是我目前的一个 目前的计划是 我目前的计划是 是 我暂时不会聚在接头发了 因为第一个接头发 真的 每次都会掉发 而且他很 很费钱 就是一次都是个三四千五 咱真的接不及点 我接一次头 我一个月的底薪就没了 谁懂 所以我准备年后 买假发了 我上工也要戴假发了 我觉得戴假发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真的 其实有很多人上工也都戴假发的 就是那种假发片 就是假发片 不是一整头的 谢谢凶猛海鸡 什么虾的奶茶 他说 然后水水说 你这样就很帅 我说 只是觉得自己现在 有点那个 有点太像那个 我这个样子绝对不能再见许楚文 叫什么 嗯 就是那种自己看上 都会觉得有点 太奇怪了 我今天本来想 让他直接给我把头发修一下的 谢谢躺平河底的狗渣的奶茶 就是我本来直接想让他给我把头发修成那种 滋鱼头 但是因为我头发说实话真的很适合剪这个头谁懂 谢谢阿欣的奶茶 因为我头发就是属于这种后面 就他自己就分层了你知道吗 就他自己就分层了你知道吗 谢谢银鸣帽 谢谢李淡淡鸣的奶茶 就是我自己头发就有好多个层次了 你看前面一个层次 中间这里一个层次 然后到下面最长的又是一个层次 然后滋鱼头不就是这种层次的头吗 但我是觉得他给我修剪一下我头在不接头发的情况下会比较容易打理 就是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所以我在那给我修了 但是我又看了一下我头发 我就都留了这么久了 这么这个长度了 本人还是更倾向于留长发的 谢谢银鸣帽的奶茶 所以呢细想了一下我就说那你就把发烧给我修修吧 就是不用再改变不用改变太多的头发长度 然后他就简单给我修了一下发尾 因为接头发接太久了 我那个发尾其实是 我发尾其实已经很 就是死掉了 就是他底下大部分其实已经死掉了 我就给剪了一点点 主要我现在我一直觉得我现在这个头发不能上工演示一个什么样的 原因你知道吗 就是我前面这个长度 就是这个长度的头发有点太多了 就这个长度你看就刚好在这 然后呢底下底下这种长度的头发很少 所以呢现在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会有一种就是从这开始分解 然后头非常的大但是底下非常的小 就会显得头很大 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 我现在这个长度已经算好多了 我大概一年前更可怕 一年前就是一整个上镜就是 你没有头只有脸 所以我就一直在接头发过度一下 我现在这个 现在能不能刷好一些了 我想一年之后 应该会好更多了吧 短发抖音说实话 本人一直都是一个想拍抖音 但是不知道拍什么抖音的一个状态 就是很少会有抖音入我的法眼 我还要适应一下我这个头发 适应一下该怎么做造型 会不会显得脸很大 谢谢好好吃饭的奶茶 我今天真的一个存存忙死 我在理发店不方便吃东西 谢谢SIT的奶茶 然后但是我真的好饿 然后我就点了一杯奶茶 撑撑撑撑我的肚子 然后回来刚才急忙吃了一点饭 谢谢SIT的奶茶 然后吃完饭就来直播了 我来把这个 开个这种冷白光会好一点 不然那样显得我好慌 嗯 谢谢CCC的奶茶 这会不会好一点 谢谢甜酒袋的夜碟 谢谢甜酒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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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Just ladies 谢谢 Don't touch 谢谢你的夜碟 你们说我是把头发 还是像我平时那样 就是 把一边撂到耳朵后面 然後还是 就是都放在前面 那就是还是low 还是low一半边脸是吧 行 我知道 我是真觉得我短发很显脸大晒晒晒 原来我的直播一直都是斜着的 等我慢慢试你们一下吧 给你们看 我们今天公演结束 然后我们今天公演结束之后 就是大家一起拍了合照 然后录了一个那个ID吗 不是ID就是录了一个那个口条 全队的口条 然后录完之后我刚准备 我们刚准备去换衣服 然后突然大就是阿兴他们突然说 等一下别走 然后我们就很纳闷 我当时就很纳闷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还要干嘛呀 然后呢结果我就看见 我们 我们队长啊就是从后台拿出了一整一塌的那个奖状 就突然好突然就很惊喜 嗯那个给我们颁发了奖状 谢谢奥利利奥奥的玫瑰花 还是第一次有这种对内颁发奖项的 谢谢李大大鸭的奶茶 给你们再欣赏一下这个奖状 咱也是一个存存想不到 谢谢奥利利奥奥的巧克力 谁写的这儿写的还挺好看的 反了是英文你们看的是镜面 没反了 是给我们 队里边还没进去年没有进圈的人 发的 他们自己出的钱 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谢谢苹果橘子梨 1206的夜碟 谢谢你 谢谢你苹果橘子 然后 还有 除了 还加上一个 讲述题 因为他就是 年会没有奖状 然后 然后就 也给他补了一个 谁懂 讲得很暖心 谁懂 我泪目了 而且 就是 不仅颁发了奖状之后 谢谢奥利利奥道的玫瑰花 不仅颁发了奖状 而且还有 像我们年会平时那种抽奖环节 就是有一堆的纸条 大家就是有奖状的人去抽 然后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一等奖 然后我们抽完之后 就是一等奖 那个 是那个一个两盒面膜 还是那种 看起来好像是那种很贵的一美面膜 就是那种 舒缓补水的那种 反正 很贵吧 应该 给我们 那个 张诗云抽到 然后呢 我抽到了 我们抽到了一个三等奖 三等奖是阿兴选的 是一个 这个大拇指 大拇指样子的一个 蜡烛 一个大拇指的蜡烛 就是固的固的棒棒棒棒 结果就是大家分发那个三等奖的时候 分发三等奖的时候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拿这个三等奖的 然后结果就是他 嗯 我们队长写那个纸条的时候 三等奖写多了 然后 我就 就是到我的时候三等奖就刚好没了 然后 结果 但是二等奖 因为三等奖多写了一个 所以二等奖就少写了一个 然后我就 拿了一个二等奖 免费升仓了 嗯 升了个级 原来我年会没有抽到二等奖的运气 用在这儿了 哈哈 看来我这个人还是跟二等奖 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缘分在的 二等奖是我们 花西子 一个花西子 桃花青蜜粉 什么金主爸爸给的 都是 都是 他们 人家自己出钱 准备的 把我们 我突然不知道该错什么词了 就是想感谢感谢但是呢就感觉好像 又不知道从哪里感谢 又不知道从哪里感谢 因为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 肯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想法 就那我就只能感谢 没有没有没有我刚才是在头脑风暴 对啦明天就放假啦 对啦明天就放假啦 放假啦 哇 忽咯� reprodu摆哭 终于放假啦 可惜我今年不能回家 我准备年后再回家了 然后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 我家那边好像还好了 其实 但是呢 上海这边又不太行 所以 我妈她 问了那边 我们那边的物业 什么 把那些当地政策 就是说从上海回去的 要隔离 就是咱就是一个 妹妹错过 谁懂 妹妹错过 就是之前 西安可以回 西安不能回 现在是从上海回去要隔离 就是反正 反正就是不能 不能回去就对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已经 早就已经做好了 今年不回家的准备了 孙宇珊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来看我的直播 你肯定是想我了 谢谢应援棒 我妈她很少出门的 我觉得她比 我觉得我妈跟她的那些 好姐妹 还有我一些家人在一起过年 比跟我单独过年 会更快乐 因为会有人陪她打麻将 但是呢 我不会打麻将 咱就是一个 非常有自知之明 非常有自知之明 且了解 且了解妈妈的一些爱好 就是知道她知道她见到我的那一刻 她一定是非常开心的 但是接下来令她开心的 绝对不是跟我待在一起 而是是打麻将 而是胡牌 是这个 姐妹聚会 快乐 是跟她的姐妹在一起 过年研究各种美食 一会儿做点什么菜盒子 一会儿做点这 就是大家一起折腾美食 就是大家一起折腾美食 她就非常的快乐 然后呢 对我来说 我对她唯一的作用 就是吃饭 就是吃 就是她做什么 我吃什么 我吃的越多 还是越开心 就是这样 不在中心过年 因为中心 过年不留人 不住人 中心的 我们中心的 叔叔阿姨们也要回家过年 好的吧 人家也要过年的呀 人家凭什么留在这里 开门呢 我这两天先哪都不去 我这两天就先在上海 先玩两天 休息两天 我还是在上海 今年应该不会直播 哎呦为什么今年 今天应该不会直播太久 因为 因为我们今天 零点 鸡腿结算 所以我一定会在十二点前 关注我们 为什么不能再等等 为什么不能再等等 为什么不可以到 三十一号 姐 谢谢 就是一个纯纯鸡腿 凑不够 真的很难受 谢谢 谢谢荧光棒 谢谢狗家的奶茶 谢谢一条摸的感情的奶茶 凑不够会有什么惩罚吗 问这个问题的人 一定是兴奋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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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年过的都非常的紧促 非常的 非常的 没有 没有特别开心 这就是惩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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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云野的奶茶 谢谢 201的奶茶 谢谢 快乐 小城的九十九的荧光棒 谢谢 金吞酒推我的奶茶 谢谢 谢谢 对吧 这个惩罚真的很 很 很 大了 家人们 尤其 尤其 尤其又是在 我今年 没有办法回家 过年的情况下 还造不够鸡腿 还要被惩罚 好 闻者落泪 谢谢 洛洛桃了的夜点 谢谢洛洛 谢谢你 你又关注回我了 谢谢坏坏的生日礼 不是 谢谢浅浅的生日礼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看错了 谢谢 七七七的玫瑰花 谢谢李淡淡的奶茶 谢谢好好吃饭的夜点 谢谢好好吃饭 谢谢你的夜点 谢谢 谢谢我想去务农的夜点 谢谢你务农 谢谢你务农 谢谢你的夜点 谢谢球瓦的奶茶 谢谢说娃娃的巧克力 谢谢球瓦的奶茶 谢谢李淡淡的奶茶 谢谢 谢谢你们 虽然我知道我这个鸡腿是肯定凑不够的 但是 谢谢你们 谢谢柑橘的奶茶 好 谢谢 谢谢 干啥啥不行 下班第一名的夜爹 谢谢 你可不是干什么什么 啥不行 你为我的过年幸福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啊 嗯 嗯 嗯 祝你下班快乐 谢谢柑橘的奶茶 谢谢 柑橘的奶茶 谢谢 因为我们已经有小M了 所以你不能叫小M 我不管你叫小明 谢谢小明 谢谢柑橘的奶茶 谢谢是娃娃的奶茶 就是 今天给我送鸡腿的人 你们过年都有大鸡腿吃 谢谢球蛙的奶茶 谢谢苹果橘子梨的一碟 谢谢你 谢谢你苹果 你想让我叫你苹果呢 还是叫你橘子呢 还是叫你小梨呢 就是大家 就是今天在榜的各位 在榜的各位 就是今年过年 你们家里面的人 都会给你准备一 一桌子的大鸡腿 每每每吃 吃饱吃撑 俺是三三 三三 所以 好 那我以后就管你叫三三 谢谢打几分敬店的奶茶 谢谢EMM的奶茶 谢谢阿几欧的奶茶 谢谢不 肉 谢谢小油的奶茶 谢谢好好吃饭奶茶 好 三三 这个三三总觉得 总觉得那个 我有口音 好 哦 你是小城 你到底是谁呀 你到底是谁呀 谢谢黄帮主走天下的 九十九个荧光棒 你怎么改名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我还以为我今天吸到心粉了呢 白白自我感动了 谢谢网娃娃的奶茶 看到了一个陌生ID还给我送礼物 我还以为我送的 我还以为我有吸到心粉了 结果居然是小号 谢谢甘菊的奶茶 你是兴奋 干啥啥不死 你确定吗 你不会也是谁的小号 你不会也是谁的小号 我劝你真的不要欺骗我 欺骗我哪天被我发现的下场就是 你会不会提出去 谢谢哼哼的奶茶 真的蛮搞笑家人们真的蛮搞笑 我没见过的ID就算了 你们这些每次必在的人抓什么心吧 谢谢7777的玫瑰花 谢谢 这是什么赔新酒这个字念赔吗 的奶茶 这个新酒不会也是谁的小号吧 不好意思万一人家真的不是小号 我这样子会不会 都是您 我能有后一种 谢谢妮忌忌忌忌的夜点 谢谢妮忌忌忌 这个妮忌是 是应该不是小号吧 咱就是一个存存就是 就是 狼来了 谢谢球瓦的奶茶 原来我今天真的有兴奋 为什么我今天会有 会有 两三个兴奋 谢谢小小什么这个的奶茶 这个字 生屁字了家人们 生屁字了没见过 这怎么念 小什么呀 这是小什么呀 谢谢阿兴的奶茶 阿兴 谢谢免费鸡腿侠的夜碟 谢谢免费鸡腿侠 你真的是一个 无名 那个 贡献侠 原来你就是鸡腿侠 对不起 鸡腿侠 哎你们能不能 不要去改ID啊家人们 谢谢阿兴的奶茶 总觉得自己在叫张鑫 不是是这样的 因为我平时 基本上真没什么兴奋 就是我平常开直播很少能看到那个 不太熟悉的ID的 而且不熟悉的ID也不会给我送礼物 结果就是说今天就是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平时都是我做了什么 嗯 就是有点什么突然有点什么小关注了 才会有那种新粉来我直播间 所以今天是 是怎么了呢 不会真的是因为我把头发拆了吧 今天公演 今天公演 那我以前也公演啊 这叫什么 可是我又没有发微博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谢谢威威安 谢谢威威安 你的奶茶 因为我觉得 我在房间也没有发什么照片 平时看我房间的人也不会特别多 你们都是怎么知道的 我发微博 我发微博也没有短发呀 我发微博也是 我今天长发的时候拍的 跟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吧 谢谢晚睡变猪的夜碟 听到了吗大家 晚睡会变 晚睡才不会变猪呢 不要熬夜 谢谢你 谢谢你的夜碟 晚睡才不会变猪呢 因为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 我现在是一个 非常正常的人 在说什么屁话 那就很奇怪了 我接受我刚才那个话题 那就很奇怪了呀 就是大家平时如果真的有在看我的口袋房间什么的就是有在默默关注的话 为什么不说话呢 为什么不说话呢 你们关注我的直播间 也点进来看了 为什么不顺便发个言呢 咱就是一整个大不理解 大不理解 如果我是粉丝 如果我有一个推 我每天 我每天真的 我每天真的 我一一一看到我推在里边发言了 我能给他刷个十条 就是有一种 而且你我们口袋设置的又很像群聊 就会有一种我在跟我推 聊群聊的感觉 射什么孔 谁射孔 该射孔的人是我吧 你们露什么了 你们就露了一个你们的头像和你们的ID 你们还暴露了什么 是咋咋的 大家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你真人 知道你真人长什么样 还是知道你真名是什么 还是怎么的 你射什么孔吧 你就发个言你就射孔了 那你们平时你们上学在群里边群里边也不聊天呗 在座的这将近三千个人 没人在群里边聊天是吧 你们没群是吧 射孔 谢谢陪新酒的夜碟 谢谢新酒 谢谢你的夜碟 真的是个存存不理解 该射孔的人是我吧 我才是一个真射孔 我真的超透明家人们跟你们相比 我老透明了 你们又知道我是哪儿的人 又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又天天都能看到我 我就是我这张脸 你们还 你们还知道我家在哪儿 知道我是西安人 知道我什么星座 知道我的生日 我什么你们不知道 你们还不知道我什么 所以射孔的人是谁 射孔的人是我 不是你们 所以今天家人们就是咱这个直播间真的有兴奋的话 能不能麻烦大家平时跟我聊聊天 我有个存存寂寞 知道吗 我在这个房间 别设口 谢谢阿星的奶茶 你要努力走出舒适圈 走出你的舒适圈 你下载口袋48 一个方面的原因是 你是来追小友向的 追新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交友的 你在这软件上 你都不敢说话 你现实生活中 你怎么去跟别人交友 你怎么扩大你的交友圈 去怎么认识你未来的真命天子女 这都不懂 这都不懂 不是让你们现在此时此刻CPDD行吗 你们 麻烦在我看不到的地方CPDD行吗 我先声明一下 我要先声明一下 我们火车队禁止名利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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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爱的 我们是有恋爱禁止条例的 如果你要对 你如果你要火车队队内恋爱 你要给我交交交交鸡腿的哦 谢谢胖拿阿的奶茶 不然 不然 这个后果自负 这个后果自负 我头发好香 谢谢阿新的奶茶 谢谢银帽帽 哎但也别这么说 不是说你大脚一个对象可以用爱发电 所以 万一哪天人家真给我一送用爱发电 会给我一种 他要恋爱离开的错觉 这样吗 也不是完全是这样 就是我说 我说 就是 呃 当然大家平时想变我 尽管变我啊 就是咱没有这个 你必须要带走一个对象 你才可以发电 你才可以给发电的这个这个规则啊 没有这个规则在的啊 就是 咱就是一个 当着我的面 谢谢麻辣小龙霞的奶茶 当着我的面啊 你要恋爱 你要磕C 磕CP就是那个 咱或者对对内CP的话 你得 你得给我 你就是 电我一下 以后我带头磕你行吧 啥 我不解释 反正你们就是怎么 随便怎么来 你们都是那种怎么理解 按照你们自己的理解 反正我怎么解释 你们也不会拼的 对啊 对啊 电了就是我好进一认证的 好进一官方认证 CP啊 官推啊 官推啊 官推不推不知道啊 但是官方认证啊 推不推是看你们好不好科啊 好科我就推 不好科就算 南科 我这个运营很关正的 很什么很关正 很正直的 南科 我能把你变好科 我能把你变好科 咱就是有这种魔力 我能让你好科 没有 没有南科 没有男科 运动会什么时候开始 你怎么不问我 我总选什么时候开始 谢谢球啊的奶茶 不如你问问我第九届金曲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样 谢谢小什么这个奶茶 你到底是小什么呀 谢谢小成的奶茶 谢谢23的奶茶 小窜 是一声调吗 窜窜窜窜窜 小窜 小窜 哦这个字面窜 小窜 好我学了 学会了一个生 生辟字 最佳拍档选搭档快结束了吧 明天 结束 搭档选好了吗 哦在此 在此 好建议官方要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 本人 的最佳拍档 将会在 单人赛道上公布啊 单人赛道上公布啊 就是这样 我带要看看到时候有多少个人可以选我 我也可以选 选多少呢 这样不听起来很 有意思 哎 那时候到时候 要时候 要时候 到时候要是爆灯了怎么办 先美美一个畅想一下 谁说不会的 对人一点自信都没有 谢谢魔法上的奶茶 就这个发进去 在意啊 等我到时候 先上公里看看我什么样子 如果 好看的话 就在意 如果 没我想象中那种感觉的话 我还是会去 大假发片的 这辈子能看见板刺脱吗 下辈子吧 后面那个是真暑假啊 咱现在咱的房间是一整个 知识渊博博学的一个房间 三分钟自我介绍记得不要画笔 画什么笔 比如说 选择我的人 选择跟我搭档的人 每天晚上都会获得好记忆先吻一枚 哈哈哈哈 随便说说的 我随便说说的 这又不在我的报名视频 然后此话一出 全场灭灯 全场灭灯 遗憾 遗憾离场 谢谢阿哥的奶茶 遗憾 爬什么山 爬山是吧 那歌怎么唱来着 我 懒懒的天空 阴壳里 有只小白船 谢谢咸大王烧饼的奶茶 谢谢小创的奶茶 船上有棵桂花树 百徒在游望 还有谁爬山 还有谁在山上 嗯 ok ok 用其轮做回答 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 卡农 我没有高压锅哦不好意思 物理彼此慢慢欣赏 哦我今天我今天在后台我们 聊天的时候我还说我想换我的 那手机闹铃呢 现在我那个闹铃就是早上 起床那个闹铃的铃声 已经变成卡农了 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他原本自带的那个 那个铃声了真的 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在后台吃饭 然后呢李嘉安他突然他的闹钟就响了 他那个闹钟就是那个 就是苹果自带最普通那个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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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的这个 Bite 我知道 我的技术 我 diagn 把这个铃声换了 我实在是不想用苹果自带那个铃声 然后奶瓶就给我教了一下 他说可以呀 然后他就给我教了一下怎么换这个铃声 然后我就每每把这个铃声换 我觉得卡能很好听好吧 而且刚好早上用这个当闹钟的话 醒的说不定会更快呢 谢谢荧光榜 拥挤若回答 谢谢球娃的奶茶 谢谢不喝个麻烦的奶茶 谢谢球娃的奶茶 给你们看 给你们看我老师 我那个贝斯老师 给我编的书 看得出来 这真的是自己编的了 谢谢安音的奶茶 而且通过他这个前后的这个封面风格 封面风格就看得出来我这个老师 谢谢保护的老爹的奶茶 巧克力和玫瑰花 就是能看出来我这个老师 他非常的不羁 非常彭客 非常的有个性 就很 算了那个词不能说 真的很不羁 他那天把这个拿出来我人都蒙了 谢谢好建国的巧克力 因为平时我用的是我自己之前的买了一本教材书 就是我之前自己买的 然后我前几次上课的时候 我们老师说我那个书其实就不太适合自己 就是不太适合我这种心学的 就是编的比较乱吧 谢谢酵花子巧克力 然后就用了他的一本书 结果后来他发现那本书也不是特别适合我的 然后就在我许久没有去上课之后 他突然给我的一个这么大惊喜 说实话我这个老师我真真挺好的 他真的非常有责任性 而且我看得出来 谢谢陈子怡的奶茶 而且看得出来我这个老师真的很看重我 他真的有点想把我 想把我培养成那种 半专业选手 真的 因为他可能就是 看我本人长得也算还可以 他就是 因为现在大家能见到的女贝斯手不是特别多 然后还觉得如果我学出来的话 应该很有市场 然后他就一直 因为他之前跟我就是 做一些贝斯方面的科普教学的时候 他就是一直在跟我说 你以后可以去 就是去什么乐队啊 去什么自己组的乐队啊 或者去哪里哪里 乐队演出啊 怎么怎么样 一直在跟我说这些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想把我往乐队里边塞 真的 然后他对我就很上心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就是把我当成他的得力那个徒弟培养的 所以每当我每一次对这个贝斯已经就兴趣没有一开始那么那么热血那么高涨的时候 我只要一去上课我这个兴趣又回来了 因为我每次一看到他对我就真的非常的有一种掏心窝子给我交的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我真的不学好我真的我都对不起他我真的有点对不起 而且因为就是前段时间很忙嘛 就是真的没什么时间去上课 然后我每有时候我发朋友圈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平时很少发朋友圈 所以我有时候发朋友圈 一发然后老师就会说 我那个老师上次我发了一个我出去吃饭 拍了一个 就是那个美食的照片 然后 就是大概就说哇好好吃这种 然后我们老师给我评论 吃开心的同时 不要忘了来上课哦 就是我只要发一个什么朋友圈 他都会先夸赞我一下 然后最后来一句 记得来上课哦 谁懂真的很负责 真的很负责 而且他这一次就直接 直接编了一个练习册给我 我真的是有点 他说他一开始 他很帅你知道吗 我刚做呢 就一脸那种 这个送送你啊 以后就可以拿这个脸 我说这是什么 他说啊 这个就比较适合你 就是像你们这种 平时很少时间练的这种 我编了一个这种极简的这种 贝斯练习册 你以后就跟这个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好拽 好拽 因为他 然后他后面跟我说 因为我好几个学生啊 基本上都跟你这个情况差不多 就是 我当然 我当然知道 就是那个 自己编 很麻烦的 但是 大家都这样了 我就觉得 变应该会比较更方便一些 这种 谢谢小木的奶茶 谢谢 哎干嘛 我刚没看到 谢谢 谢谢不合格妈粉的夜碟 我知道我会在55分的时候关直播的 没想到自己会播这么久啊 就是主要是大家今天 对我的夸奖让我有点受不了 谢谢不合格妈粉 谢谢你的夜碟 谢谢好好吃饭的奶茶 谢谢23巧克力 谢谢小克瓦的奶茶 谢谢好球的奶茶 谢谢眼门的奶茶 谢谢好好吃饭的奶茶 对啊 大家突然间好活跃哦 值得表扬 以后大家也要多多活跃哦 给你们看 他给我编的就是里边 首先一如原来 就是一个极简贝斯 极简 就是他已经把这个简化 都不能再简化 依旧 挺厚 谢谢晚睡变珠的夜碟 谢谢晚睡变珠 别年爱点 不好意思 你这样的弹幕发的略网 谢谢 猪的夜碟 谢谢 谢谢小木的奶茶 你看他里边能看得出来 谢谢23的奶茶 给你们随便翻一个 怎么翻了个空呢 谢谢浇花子的奶巧克力 你看里边就是这种 全都是这种 这种 满满叶的谱子 谁懂 满叶的谱子 真的是满叶的 都是谱子 都是谱子 我拿到这个以后 你知道有一种 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谢谢荧光棒 有一种 就是我以前小时候上补课班 老师给我们拿那个 新的 拿一本新的那种练习册 那种感觉 真的 谢谢创世君的奶茶 突然真的觉得自己在上学 我真的 我为了我们老师 对我的这骨子热情 我也要把这个学好 最起码学个 半斤八两出来 谢谢球二的奶茶 谢谢好好吃饭奶茶 谢谢夜门的奶茶 我2022年 一定会把贝斯练出来的 过年的时候会有贝斯直播 不太会 因为过年咱 不会把这个贝斯拿走 因为贝斯会在中心 它太重了 它太重了 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 一定会有的 OK OK 我知道了 小猪 以后关你叫小猪 好吗 多可爱啊 这个女孩 关了应该就不开了 就过两天再见吧 因为我 谁想到我这个妆是 早上话 中午话 谢谢好好吃饭的奶茶 等会还要去收拾一下房间呢 谢谢魔法少女 伏地魔的夜碟 谢谢魔法少女 谢谢你的夜碟 大家年后再见吧 我是说工业啊 不是口袋是工业 这两天大家可以多来跟我翻牌聊聊 我决定我这两天 先从我的翻牌开始努力 先从我的翻牌开始努力 虽然咱今天这个鸡腿还是没有凑起来 不过也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以后也要继续来斗赵文 好 好了 我要走 谢谢 呃 谢谢 呃 袁康丽的奶茶 如果大家今天 还没有看够的话 过两天再来 哈哈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